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张刺激的旅程 就是啊 在刚刚结束了 现在是来一个缓和的聊天过程 你知道 这可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录吗 录什么 录这么瑟瑟的东西 或许之后还有很多次 还是跟你吗 可以换个人吗 好 我们尽量来寻找可以创作的剧本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凑齐了很多 很多队来看 所以我们就是其中一队 没错 这个心得其实我觉得好难讲 因为好多事情连自己 虽然已经觉得自己很有想象力了 可是 好像怎么想都还是想不到该有的位置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位置哪个位置 就是说 就是那个位置 生理上的位置 还是心理上的位置 生理心理上都有的位置 什么 我只好奇而已 对啊 所以 所以其实有很长时间 我们都要跟后面的领班 还要跟后面的作者 他们一起沟通一下 看看 怎么样把那个位置抓得准一点 了解 好的 而且你也教了我不少的 不 没有了 谢谢生哥 你谢我干嘛 不是我应该谢你吗 如果说心得的话 我是很开心了 因为我也真的很难得被选到 可以录这种角色 因为你看 年纪一大 不是 那个声音听起来还可以骗人 觉得还蛮高兴 这个很年轻 所以希望大家听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录的好辛苦 可是这一次录的还蛮顺利的 就是在一整个过程之中 因为导播还有老师跟后制都在 都在帮忙 对都在帮忙 然后当下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其实我也把自己都放空了 就是接收到什么讯息 我就尽量做到 我可以做得到的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 就是当你试着什么位置 所以就做好什么位置该做的事 为什么一直有一个 那个什么天上来的雨 话跟我们讲话 从外面跳出来的声音 你好好说 对声歌演严冬的想法 当然是声歌是最棒的老师 谢谢 这叫诚心的说的吗 这是诚心的说的 只是我害羞时讲话不清楚 对 好吧 这一次可以跟声歌演 当然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同时也是 第一次跟声歌有这样子的 当主角的合作 对这样的经验 当然是很害羞 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 都录得很开心 因为随时都会 导播愿意给予 正确的方向跟建议 那声歌也会跟我 一起讨论说 哪边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或是声音怎么样比较合理 所以一整个听起来 整个录的过程都很顺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因为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节奏啊 跟氛围都很重要 那我们两个 要请听众朋友们听听看 我们两个到底 可不可以变成一对 好 好的 好不好 好 那下一题就是 想请问 我们最喜欢剧中的哪一段呢 你刚刚跟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又稍微想了一下 那些黄色的不算的话 我还蛮喜欢 我们躺在床上聊天的 哦 我想的是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没有 因为我喜欢吃饭 不是 因为我喜欢吃饭 那段主要是觉得 那段有个非常日常的爱情 我吃的不开心 你在开心什么 你奇怪 就是说 就是那样子的 爱情的氛围 我觉得就很日常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那躺在床上当然也很棒 但是 就是一起出去吃个饭 看个电影 我觉得那就是 爱情之中 一定会经历过的一些 好吧 很纯粹的一些事情 那我应该赢了 因为躺在床上比较舒服 都很棒 对 对啊 其实 就这个整个剧本这样子下 我觉得可以感觉得到 那种谈恋爱的感觉 不管是 你说的吃饭 或者是 我们躺在床上聊天 除了被你弄得 不太舒服之外 其他的都还不错啦 闪到腰之外的事 对对对 好 怎么闪到腰的 大家可能要听一下 大家自己听 对 好那下一题是 如果严冬和蓝丘是动物的话 那他们分别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对 其实这一题我们在 开始录音之前 有一天去问过贵老师 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贵老师其实已经有脑中的设定 他已经有脑中的设定 他觉得 丘比较像是一只熊熊 然后蓝丘 严冬则是 严冬则是 黑豹 的确啊 我一听到那个黑豹的样子 我就 就是 我觉得他 在那个严冬 的确在个性上 比较黑暗一点 他年纪虽然大 可是他好像也比较闷一点 所以他 感觉发生多很多故事 他的那个心里面想的事情 好像比较多 所以跟黑豹的确也还蛮接近的 你那个熊熊的话 就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我就想要吃而已 你意思说你觉得你自己很单纯是吗 我觉得蓝丘相较 严冬是真的比较单纯 他比较像是一个 因为他的设定是23岁 然后大学刚毕业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位好的美法师 所以其实是我成功了 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因为我吃了你嘛 对 你被我骗了嘛 是互相喜欢 一开始见到面就开始有点感觉 对 所以是蛮像的 蛮像 不错不错 好啊 那我后期就当黑豹了 好 高级餐厅 好啊 是高级餐厅这一段吗 对 我们把高级餐厅搞成动物园怎么样 怎么做 你演啊 那个 导播说可以揉腰那边 揉腰在哪边 你什么时候揉我腰的 啊 在那个啦 就是闪到腰 然后 刚也刚好谈完那个 那个 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现在两个做这么捷径 确定要录这种吗 这样会不会更有感觉 为什么我找不到 我们现在两个做这么捷径 你确定要录这种吗 这样会不会更有感觉 写得很色 他说 从你的肩膀一直摸到胸部 再摸下去 这样的话 你受得了吗 你受得了吗 我受得了吗 可是黑豹有爪头应该会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秋 那你猜猜看 我喜欢你身体的哪些部位 而 手 没错 还有你的胸膛跟肩膀 在你怀里 我可以感到安心 不 不过 是不是变瘦了 好像有一点 为什么 因为最近都没吃了 抱歉了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三千 想要让我开心的话 请多吃一点 后面就不演了 后面再演下去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破梗 爆雷爆雷爆雷 不行 怎么样 大家听得开心吗 这样听起来会不会 大家就觉得 我们下次可能会录一个版本 是动物版的 这么刺激吗 贵老师 快写 这样太刺激了 下集 就直接变成那个兽化的角色 好的 那么这个广播剧可以在 Bookwalker 上面搜寻到 讲的哪博语言 英文好难 对 那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支持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非常谢谢贵老师 做了这么棒的作品 那也谢谢我们的导播锦西 还有后子小三 跟录音师乐农 还有编剧给予的帮助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有机会再见 有机会再见 对了 我们好像还会用另一种形态跟大家再见面 你还记得吗 这要卖关子的意思 当然当然 我们要卖很大的关子 让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追一下我们 好好的期待一下 可能下次我变成什么 变成白报 白报纸吧 白报 再见各位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